各位優秀同學我們今天要上我們的重點 就是這個網頁的撰寫 那這個第一課 這個其實跟就是我們之前學的阿語言 跟等一下要寫網頁的這個阿語言 他都是阿語言啦 用同樣的開發環境 但是長得其實平常這樣有點不一樣 那所以這個東西在最開始的時候 對大家來講應該都是簡單的啦 因為我們不可能一開始就給大家太難 對不對 那你們之前學的東西也不會浪費掉 因為裡面有一些核心元素它還是阿語言 還是要走阿語言的這個途徑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講到應用程式 那你一定會想到手機也可以灌iOS的 iOS可以灌iOS的應用程式 Android可以灌Android的應用程式嘛對不對 那Android或者是電腦可以有自己的這個就是 軟體嘛對不對 那我問大家一下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東西叫Web App 你們可能沒有聽過什麼叫Web App 可是我直接跟你們介紹 就是有一種應用程式 它是連上網頁 就直接可以用 這種應用程式 你可以把它想成打遊戲的時候 我記得大概2013到15年那附近 那個時期 有非常多網頁遊戲出來 就是 不管是Facebook或什麼 你們其實要玩那個遊戲就是 登錄一個網頁然後就可以玩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這種程式有什麼好處 它的好處是 這個你不用安裝嘛 你會不會覺得很方便 那種網頁遊戲你玩起來是不是 你要進去實在是太簡單了對不對 你比起那個你現在要叫你下載一個APP 那個網頁遊戲實在太輕鬆了 所以網頁遊戲 就是網頁的程式 它這個優勢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可以跨平台 你任何一台電腦就可以登錄了對不對 好它缺點是什麼 網頁遊戲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你只要一斷線就沒救 對不對 因為這真的是沒有辦法解決 你需要穩定的連線 你如果是手機的APP 我還可以假設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 以考試這件事來講 這考試手機的APP 你登錄完拿到考題100題以後 你中間斷線了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你只要送出的時候 是有網路的時候就可以了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webAPP的話 你必須隨時都有穩定的連線 因為你一斷線 你的資訊可能就延消遠散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你當然可以說 它可以透過一些技術去記錄 去記錄你 你每點完一個 我都去把它記錄下來 那它的速度就會慢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會 為什麼呢 因為你每做一個指令 你都要回寫到資料庫 那它的速度就會慢 所以你如果現在 所以這個 跨平台跟速度慢穩定連線 這個是一體兩面的 我們選擇了使用webAPP 我們就承擔了這個 我們就是接受了它的優缺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可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教你webAPP 主要原因是因為 對於大部分 我們用阿源來做這個東西來講 對不對 這個 我們會覺得 應該是這麼講 就是對於你們現在這個階段來講 慢喔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要可以動 對不對 那你們應該沒有辦法接受 為了寫一支APP 像Apple的手機 只要寫一個版本就好了 因為所有的Apple都是同用iOS座位系統 這個Android的座位系統 說要多少就有多少 對不對 你要為了要寫一個程式 你要寫三十幾個副版本 你可能是很難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簡單 跨平台更新方便 更新有多方便我跟你們講 網址什麼都不用改 就好像你們上我的網頁 你們從來也沒有感覺到有更新什麼 對不對 但是按個重整 是不是該改的字什麼就好了 這就是web的好處 因為實際上你們每次去得取資訊 都是連到原始的那台Server 我只要改那台Server就夠了 你們不需要 你們只要再次擷取資訊 你們拿到的就是新的東西了 這樣同我意思吧 所以我會給大家學webapp 是有決定的 這是符合大家現在這個需求 你也千萬不要覺得webapp是開玩笑的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大部分的醫院資訊系統 都是webass 都是webapp 為什麼 因為他總是要連回資料庫 去得到真實的狀況 不可能離線給你做運算 不可能醫院的每一台電腦 每一個診間裡面的桌機 都存了上百萬筆 這個病人的檢查資料 對不對 你那樣要消耗多大的資源 當然是需要的時候再去要 對不對 所以webass的平台 他其實是講真的是現在的主流 但是我還是會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不推薦大家去做 這個就是單獨的這個 就是離線APE開發這樣子 好 webapp要怎麼做呢 首先 你要有個R1的開發環境 這個大家都有 好 接著咧 你需要下載個套件叫shining 好 這個下載套件這很簡單吧 對不對 好接著我一步一步做 我要做的事情 請你們看好 首先 你們要在 第12課對不對 我這邊已經有買APP了 那我把它刪掉 我現在從頭開 來首先 這每一步都要記得喔 首先在這裡 在你喜歡的資料夾這裡 先按一個new folder 這邊隨便打什麼名字 打123也可以 隨便你打什麼名字都可以 打123也可以 接著點進來 先點進來 現在都是空空的 對不對 請你在這裡 左上角有個語法 對不對 請你在這裡先 Rscript 直接按儲存 儲存到剛剛的路徑 12克 123 好你先打UI 好就現在 所以你現在左邊 右下角是不是看到一個UI這個檔案 這樣可以吧 好再來再開一個檔案 一樣存到一模一樣的地方 Server 這個 你到時候UI跟Server拼錯 你不要來找我喔 好不好 資料完全一樣 UI跟Server 你一定這個英文 你總是要會拼的啦 好不好 我等一下 要讓大家第一個APP動起來 在這之前我的上課經驗就是 會開不起來大部分都是打錯字 都是小寫的UI小寫的Server 我已經跟大家講清楚了 接著請你 到這 在這裡 這邊有一大堆對不對 這一串語法 我們現在什麼都不要管 我們直接把這串語法貼到Server 然後按儲存 就這樣子喔 這個很簡單吧 對不對 我們先不要管它裡面寫什麼 等一下我們再學 對不對 接著 再到這裡來 把這一串語法 全部貼到Server 好 這樣子是不是貼完了 貼完了之後 你有沒有注意到 UI跟Server這裡 右上角都有個Run APP 這樣可以吧 好請你按下Run 好你應該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畫面 然後你動一動它 它是會有反應的 至於它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先不要管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給大家練習 首先你要做主打的事情 安裝Shining Library 那要先Package 要先安裝下來對不對 然後 開一個資料夾 裡面有一個UI跟Server的Script 然後把 我們上課的這些範例 直接貼過去 然後 如果你覺得 這個太簡單了 你已經完成了 因為同學速度總是有快有慢 有些人是用自己的電腦找到灌好了 有些人還要趕他灌 請你到這個網站 Shining Example這裡 隨便找一個Project 隨便喔 你現在可能看不到 你隨便找一個Project 點進去 你就會看到 如果有Global 就要多一個語法 叫Global 你就會看到UI Server Global 對不對 請你UI點進來 複製 Server點進來 複製貼上 那有Global的 就要再開一個Global的語法 複製貼上 ROM 看你能不能把他的程式ROM起來 好不好 基本結構就是這樣 我先給大家練習 好啦 那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他實際上是怎麼運作的 好不好 這個 你現在就是知道一件事情 一個資料夾丟著UI跟Server 他就可以ROM起來 對不對 裡面是怎麼WALK的我們還不知道 我來跟大家講UI 這個UI 這種就是阿元你也知道嗎 就是他的那個名字都取得非常 他取得都非常有學問 就是那個東西嗎 對不對 所以UI就是User Interface 就是 要掌控 這個 這個 要給使用者看的畫面 是長成什麼樣子 就寫在UI這個 UI.R這個語法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Server.R裡面存的是什麼 就是 使用者 丟進 使用者可以看到UI 對不對 使用者總是會 你剛剛不是有一個東西 可以拉來拉去嗎 對不對 使用者拉來拉去那個東西 就是去改變 一些 參數 對不對 改變參數之後 就把這個參數傳到Server.R 那個語法去做運算 那 Server.R 有一個反應函數 等一下我們再告訴你 反應函數在哪裡 好不好 丟出來了之後 他會再回傳至UI 去得到 去Present那個結果 也就是你剛剛 UI的右邊 你左邊是你一個拉吧 跟你亂拉 右邊是不是有一張圖 會動來動去的 所以這個流程非常簡單 UI先進到Server Server再回到UI 這個整個流程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我們之後上課 會再教一些更複雜的 UI回到Server Server到UI之後 又要根據這個參數 再做一個決定 再回到Server 再回到UI 他可能會多重路徑 但最簡路徑就是 UI到Server Server要回到UI 就這個樣子 但是多重路徑就是 可以再根據這個東西 產生一個新的UI 然後再回到Server 再一直這樣來回 但是最終一定是要到UI 這樣可以了解 我的意思 好 那我們 那我們那個 那我們那個 就是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的語法 好不好 首先我們先看 剛剛貼的這一堆程式 其實我給他很好的註解 就是 這段語法是有註解的 那個警號以後就是註解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你看到的什麼 你看到的第一個 ShiningUI小括號 這個東西在R元裡面 是不是一個函數 這個我們知道 這是一個函數嘛 對不對 好 所以ShiningUI小括號 其實就是在宣告 下面這一堆東西 是Shining 這個套件裡面的UI物件 這樣可以了解吧 用這個函數去宣告 接著 Page with Sidebar Page with Sidebar 是一個模板 之後我們會教你不同的模板 現在你的模板就是 我現在按下 Run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現在你的模板就是左邊 有一個 Sidebar 有一個控制列 右邊有一個輸出區 這邊有個標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現在回頭看這裡 UI Page with Sidebar 然後它下面有三個元素 分別描述 左上 左邊 右邊 這樣可以了解嗎 左上是 Title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這裡 Title它是用 Header Panel 來描述 Sidebar Panel 是左邊那一區 Main Panel 是右邊那一區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們現在來看這裡面放的語法 Page with Sidebar 這裡面 它放了 Head Panel 斗點 Sidebar Panel 斗點 Main Panel 好這樣可以了解了吧 它這個語法裡面 是不是放了三個元素 三個結構嘛 Header Panel Sidebar Panel Main Panel 好這個Header Panel 最好改了啊 我把 HelloShining 改成 Hi 我在按字 Run Safe 你看它是不是就改了 Hi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是不是 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就是 這個是不是 Header Panel 這裡是不是也沒有那麼難 這樣可以了解齁 好 那接著來 Sidebar Panel 這裡啊 我們下面 這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物件 一個物件 那我們今天 教的第一個物件 就是 Slider Input 這個Slider Input 就是這個 拉吧的這些感覺 你把它想像成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 Google表當開新聞卷 Google表當開新聞卷的時候 這裡可以放單選題 這裡要放多選題 這裡要放 這個問答題 其實都是 都是有物件 然後去設好 你把它拉上去而已 對不對 在 R 裡面 你只是把拉上去這個動作 改成下一串語法 說我需要一個 Slider Input Slider Input 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Slider Input 要哪些條件呢 起死值你總要有吧 結束值你總要有吧 那初死值你總要有吧 最小值最大值初死值 這個我總要有吧 然後還有他的描述嘛 對不對 來你看在這裡 這一個是 這一個 OBS 我們先記住 這是這一個物件 要傳到 Server 的名字 就是使用者在這邊 輸入了一堆數字之後 他傳到 Server 是叫 OBS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第二個物件 這顯然就是這個名字 這個我就不改了 好不好我改了 馬上他就改了 你們應該想看得出來 接下來 最小值最大值初死值 這是不是就是照著設 那你至少要有這些條件 他才有可能把這個 Slider Input Slider Input 把它描述出來 這樣可以齁 好 接著 Main Panel 這裡我直接打 Plot Output 這個顯然這個圖 他也可以 Output 什麼 Table 啊什麼 這個我們後面會慢慢教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 反正你就是要輸出一張圖嘛 那他就是 Plot Output 然後 This Plot 這個 This Plot 這個名字就是憑空出現對不對 所以你看齁 這裡面是不是有兩個憑空出現的東西 你丟進 Server 端的參數就是 OBS 回傳出來的參數就是 This Plot 這樣等我的意思了吧 好 那現在你對 UI 是不是完全了解了 應該是大家應該了解的 這個應該蠻簡單的吧 我覺得我講花了非常多時間講的應該是非常清楚 我們現在看 Server 我需要看到 OBS 跟 This Plot 對不對 好 我們先看一下 Shining Server 的基本結構 首先一樣先宣告 Shining Server 然後裡面有個 Function Function 裡面就是 Input 跟 Output 這個 Input 跟 Output 這些都是不能改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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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結構都是不能改的喔 以後我先把這邊刪掉 以後你要寫一個 Server 的語法 這個就是 Baseline 你至少要從這邊開始 一個字都不能改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吧 好 接著我把它貼上來貼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 Output 裡面的 This Plot 這裡說我要輸出一張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要產生一張圖 這個產生的圖裡面 你看 Input OBS 是不是一個關鍵的物件 這個關鍵物件 會經過 Anomo 這個函數 Anomo 這個函數是什麼咧 Anomo 這個函數你給他十 他就會產生十個隨機數 給他一百 他就會產生一百個隨機數 這個一百個隨機數 他是根據常態分布 平均值為0 標準差為1 去生成出來的 那這個你可以去改他啦 Anomo 這個 Anomo 這個就是 Anomo 這個裡面他還有什麼 Min啊 SD啊這些 這些可以去下參數 但你現在輸入就是 N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然後你變成 dist 之後 這顯然就是一個 一串 vector 對不對 這個數值向量 經過 histogram Histogram 我們學過嘛 就會把它變成一個直方圖 對不對 他就呈現出我們剛剛的樣子 所以這整套邏輯 你是不是應該是 我剛剛解釋的應該是非常清楚 你應該是完全了解 對不對 好 完全了解之後 我們知道一件什麼事情 這個 random 這裡 N 當然是這個嘛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可以加一些參數 我可不可以指定他的 Min 跟 SD 對不對 可以吧 還有最重要的 histogram 這個我們記得有個參數叫 Color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個顏色 可以啊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個 NORM 這裡是不是可以輸入 Min 輸入 SD 然後 histogram 是不是可以輸入 Color 所以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呢 我已經完全了解了 UI 端 我在這裡 我希望可以增加三個 Input 三個參數 一個是 Min 一個是 SD 一個是 Color 然後我希望我改完這裡之後 我就是要在這裡做修正 對不對 修正完了以後 他出來的圖 應該就可以被 額外的那三個元素給確定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我們來看我要怎麼做哦 來 我們直接複製貼上 好 你看哦 我現在除了 slider input 以後 我有來個 numeric input 這個就是輸入數值 等一下我們來看那個元件是什麼 好不好 數值進去 M 所以 M 等一下在裡面 Input 裡面的 Input 的 M 對不對 Input 前號 M 就是等一下我的關鍵參數嗎 好 描述是 minial space normal distribution 最小值 200 -200 最大值 200 起始值 100 這樣可以接錯吧 接下來第二個 input 也是 numeric input s standard deviation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最小值 1 好了啦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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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差不可以有0的 這樣可以了解 好 那 radio button 這又是個新的玩意 沒關係我們看一下它是什麼 好不好 來 color 這就是那個物件 描述是 the color of histogram chose red chose red 等於 red 好 所以這樣子使用者 應該就是有 red blue 跟 green 可以選 對不對 等一下給你玩的時候 請你多加個顏色 加個 purple 加個 orange 上去好不好 好 那 前面是給使用者選的選項的名稱 後面是回傳參數過去的名稱 你把這裡改完之後 你在server端要怎麼改呢 來看著 來 來 本來 r no rm 只有一個參數 r no rm input obs min 等於 input m sd 等於 input s histogram dist color 等於 input color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們要儲存 run 看到了吧 是不是多了一些元素 好 來我們現在改 好看到了 好 我們現在把100 現在平均只是100 對不對 看到了吧 這樣可以吧 好 一樣這個你拉一拉 他還是會有改變 對不對 好 這個1 好 他是不是變得比較窄 100 他這邊是不是變得比較寬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這個 這個還算簡單吧 好 在我們進入下一節之前 我還是先把螢幕還給大家 但他至少要幫我加個color 可以吧 好 就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第三節 我們要教你什麼 剛剛你已經發現了 就是 就是你在server端的那個結構 他其實是 至少在 至少在這個裡面 在這個 就是你這個 當然是標準格式 對不對 但是在這中間 這些是不是跟我們 我們一般的R語言語法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要怎麼把 你之前學的那些R語言語法 把它放到我們的 webapp裡面 就是改這裡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吧 你把這裡改掉 改成你喜歡的樣子 那shining 只是一個載體 去呈現 跟就是把這個整個管道把它 表現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現在來找一個 我們之前 在很早很早前 我們教你怎麼產生 費波納奇數列 對不對 就費波納奇數列就是 1 1 然後後面就是2 然後就前面兩個數相加 這樣可以吧 好 欸這個 這個語法我想大家都已經會了 好不好就是 這個 兩個起始值之後 然後就把它出來嘛 好 好 我們如果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它就會是一個自定函數 這個自定函數的原理 大家也都懂嘛 對不對 就是 你有了這個自定函數之後 輸入起始值跟要多長 它就會產生多長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一個 shining app裡面 把費波納奇數列的產生 把它寫進去 當然是可以啦 對不對 我們來看怎麼包啊 首先在 slider input這裡 我們都用我們學過就好了 現在輸入數值應該是很簡單的事吧 因為就是 numeric input 你如果不開心 你用slider input也可以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這裡全部 好 看到 numeric input a b less sequence 進去server端就是 a b跟less sequence 對不對 好接著 在這裡就是它的描述 這不重要 好 起始值 最小值最大值 起始值 最小值最大值起始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當然你要輸入費波納奇數列 這不是圖嗎 這不是圖哦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吧 對不對 所以我要輸出的不是圖 是文字對不對 我們來看我們要輸出什麼 來 這裡有一個 這個什麼 verbal text input output 這個不重要的 這個字我也不太會拼啊 你就直接複製下來好不好 我們看它的效果 好我直接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的效果就是相當於有一個 這個 r圓的這個 console 在這裡好不好 好來 sequence 所以你在server端 我們已經預示到 我們的server端一定就是output sequence 等於 這裡面有一個function 然後包含這些東西嗎 對不對 好來 server端 首先你必須要把費波納奇數列的function 把它放在外面 因為他在執行這個語法的時候 總是要先產生費波納奇這個function 這是我自訂的函數 這不是 這不是內建的函數 這是我自訂的函數 接著 output裡面的 嘴我把這裡都刪掉囉 先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output裡面的sequence 等於 random print 這個random print跟前面這一個 是一組的 然後裡面呢 廢波納奇 input a input b input last sequence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按下run 欸看到了吧 剛剛那個我說那個 很像consult的那個東西就是這個 好我們把20改成30 好看到了 12開頭改成11開頭 看到可以接受我了 可以接受我了 好17 好這樣 看起來還可以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如果你覺得這部分也不是很難 我跟你講你就是 你就是把廢波納奇的先貼過來 等一下你就是先把廢波納奇這一串貼過來 然後你試著做一件事情 來練習二 改成找直數的app 我們把剛剛的廢波納奇是一個函數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給你一個 那個 就是找直數的函數 這個找直數的函數就寫成這個樣子 那他只有一個input就是maxx 廢波納奇有三個input 這個只有一個input 就是maxx 所以請你寫出一個webapp 他的input是maxx 就是最大值 最大值到多少以下的直數最大值 那 他的 這個main panel 應該是一樣的 他就是一個序列嘛對不對 然後 server這裡就是把廢波納奇改成找直數嘛 這裡就是改成直數的方式嘛對不對 我想應該不會那麼難啦 好不好給你們一些時間試一下 等一下我還有其他 課要有準備 那個 我們今天趕快來看一下答案 我們預計目標是11點半之前下課 好不好 那這個 練習二答案 你首先 你就是要把剛剛的這個 UI 反正是輸入三個input嘛對不對 改成一個 你要隨便只留下一個也可以 這樣寫也可以 好不好 但是我還是把名字改掉好了 好不好 就是maxx 就是 好 numeric input maxx 這個結構非常好處理嘛 好 這個sequence就不用改了 反正他本來就是一個sequence 那這個不用改 這個 這個東西跟後面的這個 對應的這個東西 他是一定要一對一對應的哦 好不好 這個不能不能亂改 好接著 我們把直數的這一串語法把它貼過來 好 這樣是不是變改直數 好接著 我們在裡面改成直數 那input就變成了 maxx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你發現了一件什麼事情 其實 寫APP也沒有這麼難嘛 沒有那麼難難在哪裡 就是你要先找到一個模板 可以抄 對不對 你找到一個模板可以抄 然後你中間改成你想要的樣子 這樣可以懂我意思吧 所以啊 這個程式真的是用抄來的 真的 就是你會說什麼 怎麼大家的 系統怎麼長的都那麼像 你去 有時候你去 你去到處參觀來參觀去 你會發現怎麼大家都長那麼像 他是有原因的啊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抄來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 這樣是不是應該也覺得就是 還可以 應該今天課程到這裡為止 你都會覺得寫網頁好像沒那麼滿嗎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功能好像很多 我好像還有一堆功能沒有學到 沒有關係我們一個一個補強 但他的基本邏輯 還有跟R語言其實本來就是可以串接起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大家不要急我們五堂課上完之後 你可以寫出來的網頁一定就是多功能 這樣可以 好我們現在就來教個新的功能 因為叫Conditional Panel 我們剛剛是不是可以找直數 也可以做Fabonacci序列 我們有可能二合一 但是二合一不是他同時秀出 找直數跟同時秀出Fabonacci 應該是我要先給他選 選說我要用A功能還是用B功能 我不是一個頁面就呈現兩個功能給你 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是問你要A功能還是B功能 如果你選A 我就給你A功能 如果你選B 我就給你B功能 可是需要注意的一點是 這個選A 他的那個UI參數是不是不一樣 那個如果他選Fabonacci序列 他是不是要三個input 如果他選直數 他是不是只要一個input 所以我必須要有一個 就是根據條件 這就是Conditional Panel 根據條件決定我要呈現什麼的東西 那到那個server端就比較簡單 那可以用if-else來解決嗎 對不對 到server端那個 那個我們之前 因為他跟R語言是完全一樣的 他可以用if-else去決定 我到底要做A運算還是B運算 可是在UI端 我是不是就是 因為他UI必須隨著我的選項改變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現在先給大家下面這一個example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在這裡的教學都怎麼教 先給大家一個example 讓大家先去run 然後感受一下 他的效果 然後我們再來 我都不教你語法 我們都直接按run 我們再來想說 我們的東西要怎麼套到這上面去 所以我們未來的四節課 就是不斷的給大家example 好來看著喔 這裡現在是不是有個normal跟studentT 你看喔 在選normal的時候 min跟sd 在選studentT的時候 他是不是變df 這個是不動的對吧 這個是不動的 右邊這個圖帶可以理解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是不是 我選11 然後我變studentT之後 他是不是就變100 回到normal他11 10 回到studentT他是不是100 好所以你們有注意到其實 我 根據我上面的選項 我的input是不是不太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好好的參考這個 好好的參考他的結構 然後去做改變 好我們來看他的結構 來UI端 來一樣 也是headerpanel sidebarpanel 跟mainpanel 喔這個完全一樣嘛 對不對 完全跟之前我們學的完全一樣 好接著來這裡 select input 喔原來這是一個新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東西我們之前還沒教到 原來下拉式選單的叫select input 還記得我剛剛呢 在做color那邊是radio button 是直接秀出來的 這樣可以吧 有哪些控制元件 這個我們之後會一個一個 慢慢教到了好不好 那我們之後還要比較完整性的 去跟你介紹說 總共就是大致上常用的有哪些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select input normal跟studentT 他在這裡就是normal studentT 那他的input 在server端就是normal跟s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 接著 help text setting parameter for distribution no model 原來下面有一堂灰字是這麼來的 help tex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下面來了關鍵來了 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等於 input.method 這個.method 是不是跟這個字是完全一樣的 input裡面的method 等於 no rm 注意要有個小引號 單引號 然後用雙引號 把這個條件把它光起來 如果是input method 是選了normal 我就顯示出 numeric input的mu 跟numeric input的sd 然後 他的label是min 跟standard deviation 最小值最大值 這些我都已經寫上去了 其實直接我寫 好 conditional panel 如果condition input method等於st 我就給你看df 好所以關鍵就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接著 slider input 因為這個任何condition 我都要給一個slider input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main panel就是plus output 所以關鍵就是 我在這裡要設兩個condition panel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在server端 server端 diskplot 一樣就是 這個這個結構都是講這樣的 就是 輸入進來 好 output裡面的diskplot 等於randomplot if input method 等於等於normal 我就做dist 等於 dist就等於rnorm input obs min是mu sd是sd 這樣可以吧 好 如果input method 等於等於st dist 就變成了rt rt就是從t分布裡面去產生數字 它的參數就變degreeof freedom 然後把它畫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在server端是比較簡單的 在server端我們本來就會if else 對不對 我們本來就可以用if else 去決定 我們要做什麼條件的運算 可是在server端 你就必須用conditional panel 去決定你要給使用者什麼樣的條件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練習3 練習3 請你先複製剛剛這個 開始 然後 你把 method 改成 那個找指數跟廢波納奇 然後 相對應的 你要出來的 就是往前抄 好不好 往前面抄 你要抄練習2答案 跟抄 這裡的答案 請你往前抄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跟你們講喔 你們練習3 你們不需要親手把所有功能都寫出來 但你們知道去前面哪裡抄 前面的練習題 跟前面的全部都是你的資源 請你盡快抄出你的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今天課就給這個 上到這裡阿 我們給大家 5到10分鐘的時間 好不好 好來 欸你們下午都有課嗎 都有課嗎 有沒有人想要跟我們去南桿砸砸砸館 阿你也回去嗎 阿你也回去嗎 阿那這樣好就再回去 是這樣嗎 喔好啦好啦 反正就下午 我們要帶大一的去參加南桿砸砸砸館 阿我不知道這邊 不是大一的有沒有人 有興趣去的這樣 好那個 那個那個沒有關係 這個 怎麼了你想去阿 有課這樣就不行阿 課為重阿對不對 好啦那個 那個練習3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答案怎麼做 我們其實就是要用這個改 對不對 來 首先 slider input這裡我就要改成 method 我本來是 method chose distribution 對不對 我改成 chose a method 然後 fabonacci等於1 那個 就是prime number等於2 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要讓使用者看到這個 然後 output是1跟2 對不對 好中間help text我把它刪掉 然後conditional怎麼下勒 conditional input的method等於1 等於等於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如果這樣子的話我就給abc 這些都可以用前面貼過來 這些都用前面貼過來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conditional panel 好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第二個condition就是 第二個condition就是 喔這個我們後面可以刪掉了 第二個condition就是 maxx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後面 本來是plot output變成sequence output 就是這個什麼 就是這個 這個剛貼的那個東西 好這樣可以喔 好你儲存了之後 欸我跟大家講一個開發的觀念喔 你UI搞定了以後 你其實不用馬上改server 你可以現在wrong 現在當然是什麼東西都出不來 因為有server根本沒寫 對不對 你先看一下 欸 這個效果是我想要的 server跟UI是可以分開弄的喔 你先看一下UI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再去搞server 這樣可以齁 好那你確定是你想要的之後 來 這裡面有幾個關鍵參數 一個是method對不對 所以我等一下後面一定寫 if method等於什麼 就要發案什麼 else就要發案什麼 對不對 然後method等於1的時候 就是用ab let sequence method等於2的時候 就是用maxx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我在server端 首先我先把費波納奇跟 那個這兩個函數 首先我先把它貼上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要先載入這兩個函數嘛 載入完這兩個函數之後 在server端 output sequence 等於 random printer 然後if method等於1 我就用費波納奇 else我就用prime number 這樣可以齁 好按下run 欸效果是不是出來了 來 1 1 20 好prime 欸這樣可以吧 我現在給他1000 這樣就1000以下 費波納奇我給他30 就30以下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想我想這個 這個應該都不會那麼難啦 好不好 我想我今天就是給大家 特上了一下 我們雖然就是上了比較快 但是應該也沒有什麼 就是應該也是上了非常扎實 就是我們今天教的重點是什麼 我要給大家帶回去了 就是第一個 你知道寫webapp 需要用到ui.r跟server.r兩個檔案 然後ui是做使用者介面的 server是做運算邏輯的 你必須要知道這件事情 第二個是你可以在app裡面 把自己的運算函數把它放進去 那運算函數大家以前都會寫嘛對不對 把一堆自己的語法整理成一個函數 這個大家本來就會了 這個 那你就可以用自己的函數去做運算 第三個是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al panel可以幫助我們 在server在ui端會有更多的變化 這樣可以吧 好下一步 我會教大家更多主要是物件 你需要知道總共在shining app裡面 這個ui端可以放哪些物件 多選題是什麼啊 這個段落輸入是什麼啊 這些我會一個一個教 甚至還可以是 甚至還可以是什麼 就是slider input還可以是個動畫的 就是可以一張張往下的 好不好這個我會一個一個教 而且我應該會是在下一節課的時候 就會給大家教ui了 好不好 那server會在之後會再教server 然後會做一些整理啊什麼的 好那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啦 再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直接請你相同 替家 3 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